王俊凯和迪丽热巴到底给解忧杂货店,带来了多少票房,一部电影观众看明星和特效,行业看编剧和导演,投资者看制片人和公司,真的是外行看热闹,内行看门导,明星究竟对于一部电影有多大的票房号召力,越是成熟的电影市场,明星影响力越小,就目前中国电影市场来看, 来看它属于相辅相成的效应,就是电影本身如果好,明星效应就会被放大电影,如果那明星效应会被缩小,譬如加油杂货店和前任三,一个是群星云集,中国最火的两个明星王俊凯和迪丽热巴,外加世界最火的华人巨星成龙,还有一大堆实力派明星,像参演了妖猫船的秦浩, 还有郝磊、陈都灵等,而前任三里只有韩庚和郑凯还算明星,目前来看前任三的票房总成绩,很可能是解忧杂货店的十倍左右,你不能说韩庚和郑凯的票房号召力是他们的十倍吧? 而两部电影的导演解忧杂货店的导演韩杰导演郭神剧弗洛书先生,这个电影网络上被热捧,而田宇生除了导演了前两部的quote前任务的quote,还编剧过人在囧图,可以说导演在口碑上相差不大, 这就说到一个电影行业老生常谈的话题题材决定票房,像解忧杂货店这种偏文艺的电影,确实和现代都市爱情喜剧的前任三没法相比,在两部电影口碑相差不大的情况下,可见真的是题材决定了票房,解忧杂货店的票房一般, 也正好给我们来测算一下,有关明星的票房号照例,目前中国人气最旺的明星,如果说是王俊凯和迪丽热巴估计没人怀疑,王俊凯和迪丽热巴微博上粉丝都是几千万,他们忠实的粉丝,都是以比较有冲动消费的年轻人为主,我们在这里说所谓的忠实粉丝,至少是能去电影院去看偶像, 而不是那种整天嘴上饭花吃,你让他进电影院,他转身去遛狗了的中年妇女,那我们来计算一下王俊凯和迪丽热巴的粉丝,到底给这部电影带来了多少票房? 目前2.1亿的票房基本已经没有太多增长空间了,我们就以这个最为最终票房统计对象,首先我们看电影票房的构成有这么几块, 1.电影IP,本身东野龟吾和他的原著小说,在国内有着大量的粉丝群,就算不喜欢这部国产改编的,我相信大多数人还是要看一看再去发表评论的,这个IP算2000万amdash,3000万应该问题不大, 2.成龙,成龙上一部还在上映的《机器之血》,豆瓣评分才5.0,在网上被人疯狂吐槽,但是就是这样票房都到了3亿,其中里面小猪和欧然娜娜对票房影响不大,而成龙大哥在解忧杂货店的戏份也不少, 我成龙大哥的票房估值在8000万amdash一亿应该可以吧,3.导演韩杰,之前有hello数先生的知名度,导演韩杰算1000万票房应该是有的,4.董子贤,陈都玲,秦浩,豪磊这些演员算2000万票房吧, 以上这些影响票房因素基本我们都是预估,整体来看王俊凯和迪丽热吧,这两个最火的明星,能给一部电影带来的票房最多不超过7000万,实际情况可能也就500万到3000万之间, 我们按照一张票平均35人计算,能因为他们而去买票的粉丝数,不会超过200万, 每个人的忠实粉丝数量可能只能在10万的量级,不过这已经是国内最火的偶像了,当然这种计算并不是很科学,一部电影是一个整体,任何一个人数,都不可能单独拿出来计算。